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建筑体型庞大 或方或圆 形状与发射核弹头的导弹基地极为相似 中国沿海山区竟然藏有众多的核基地 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与猜测 不久一批身负特殊使命的人士被先后派往这些偏远的山区 他们来了以后 他说要去客家居住的地方走一走看看 那我们就把他们带到树养 这是1985年冬 张州市文年的一次外事接待 两个神秘的外籍专家要求到南京县的深山里参观 却说不清具体要看的是什么 他带到树养在公路两旁 他看到那个沿楼 一直在问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这个是土楼 他说停一下停一下 拍照一下 拍照一下 那我们就一直沿土路就停停走走 停停走走 让他一直走到树养田楼平 那他又走进去 到每一座土楼去走一走 看一看 里面群众在煮饭 有的在吃饭 有的在干农 家里家务 他看的是非常感到很稀奇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来访者真正感兴趣的 正是这些座落在深山里的庞然大物 这些巨大的建筑 外表森严壁垒 里面却是吹烟渺渺 一派安详 让来访者惊讶万分 在看了一座又一座建筑后 这些人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所谓的军事堡垒 神秘的合基地 竟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居建筑 楚楼 当我们走遍中国设置组 来到福建漳州寻访土楼时 多年前的误会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土楼早已名门中外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但尽管自长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就有不少学者一直在苦苦探寻他们的奥秘 这些奇怪的庞然大物中 仍深藏着许多难解的玄迷 位于南京县舒阳镇的田螺坑土楼群 是一个由一方四元组合的神奇聚落 这个奇特的造型 每一个第一次看到它的人 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曾有人惊叹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飞碟 地上冒出来的蘑菇 联合国专家史提文斯安德烈说 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建筑模式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 对这个奇特的土楼群更是赞赏有加 曾为他写下优异的诗句 田螺坑畔土楼家 雾散云开 硬采佳 府市宛如花一朵 旁看神色不打拉 而田螺坑土楼群楼长黄亭芳的解释 又让这个奇特的组合 增加了几分古老东方玄学的神秘 这种建筑是根据呢 古代考工纪途中 明堂武士的云建法式逐渐修建而成的 它的方位呢 就是东方甲义木 西方更新军 南方并丁火 北方淫贝水 这种五行的建筑 就是根据呢 古代的 直接的建筑理念而建筑的 考工纪是春秋时期一部记录百公记忆的古老文件 其中描述了帝王会见诸侯 祭天四祖的场所明堂 汉堂以来 历代军盲都有修建明堂的设想 但由于无法搞清具体形制 每每朝一纷争 半途而废 那么 按照黄亭芳楼长的解释 田螺坑土楼群 这种中间一座方楼 周围四座圆楼的奇特布局 竟然暗合了失传数千年的明堂记忆 它究竟是一种巧合 还是古老神秘的民间智慧 我们无从查考 但仅就这奇特的造型本身已足够让人惊讶了 在离此不远的南京下半村 还有一座更奇特的土楼 叫玉昌楼 外表看上去 它与普通的土楼并没有区别 可一进楼门 却不由让人大吃一惊 只见楼内 梁柱东倒西歪 摇摇欲坠 二楼往上 竟然没有一根柱子是垂直的 仿佛稍有个风吹草动 整座楼就会轰然倒下 而当我们走上楼去仔细查看 却发现是有惊无险 这些倾斜的柱子并不像远远看上去那样摇摇欲坠 每根柱子与上下楼面都结合紧密 稳妥牢靠 现在我们用这个烟盒来打个地方 这个烟盒是90度角 90度角 它放下去直的 肯定是直的 对吗 那柱子歪了以后 它这里肯定有缝隙 对吗 也有缝隙 你看 这里没有缝隙 柱子是歪的 而房间却并不歪 在清洁的柱子与垂直的房间之间 都用三角木板把缺口弥补得严丝合缝 显然是建造者有意为之 为了看清清洁的角度 玉长楼楼长特意为我们从房梁上掉下一根系绳 15度啊 15度 凉过了 1978年凉过 到现在凉过很长是15度 7、8年就凉过 世界上清洁的建筑并不罕见 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就是其中之一 比萨斜塔自1178年开始清洁 清角达到5.5度 成为世界一大奇观 而玉长楼15度的清角远大于此 这样一座奇怪的土楼当初是如何问世的呢 建筑并他比较难住啊 他每一天你看每一天坐着去就加一块三角形 这里要加一块三角形 他坐着下面都要进行角 他比较麻烦 他为什么要建筑并 是不是他木工师父为了体现他很高超的技术水平 因为觉得他外额不倒 对于玉长楼东到西歪的原因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 据说建这座楼时 因为主人招待不周 怠慢了木工师父 师父心生不满 便有意作弄楼主 不惜费功费力 把梁柱建歪 却让整座楼歪而不倒 既显示其高超技艺 又让楼主永远面楼思过 可是梁柱歪而土楼却不倒的奥妙在哪里呢 我们向当地村民请教土楼的建造程序 建土楼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 在完成悬址地基后 开始夯土筑墙 每夯到一层楼高时 要等上半年让墙干透 与此同时 由木工师父树木柱架木粮 坡木板 当地俗称县架 再等一年让木板干透 最后才是分割房间 安装门窗等内部装修 显然 玉昌楼的木工师父 正是在县架的时候 利用圆形互相挤靠的力学原理 巧妙让梁柱倾斜 建成了这座 歪而不倒的奇怪土楼 然而 当初木工师父一定没想到 他的报复却阴刷阳错 无意中成就了玉昌楼的大名 几百年后 这里寻访猎袭的游人源源不断 成为一个堪与比萨斜塔媲美的建筑器官 悬浮沼泽 为何能建起巨大古堡 神奇的张州土楼 还有什么智慧灵性的惊人创造 请继续收看 土楼探奇 在与东南湾西斜玉昌楼相邻的蒲山村 还有一座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土楼 叫河桂楼 它竟然建造于沼泽地之上 不仅没下沉 而且已经安然屹立了数百年 河桂楼楼长告诉我们 在这座楼中随意找一块地方 用长长的竹竿都能往下插得很深 我们都好奇地拿着竹竿 在这块位于楼中央的天井中试了试 果然稍微用力 竹竿便被插进深深的泥潭 好奇迷 再弹到肚子也可以往下插 在鹅乱石铺就的地面使劲用脚踩一踩 地面竟摇摇晃晃 那么如此巨大的一座古堡 竟能建在沼泽之上 而不被淤泥吞没 其中到底藏有什么玄机呢 三七土楼人家以前有一句俗话 叫做水晶千年松 风吹一贯年山 松木在水下是千年不烂 山木在干燥的地方是万年不烂 用山上的松木砍下来打砖 打好了 那现在像一条渡船一样在陆地上走 原来奥秘就在大楼的地下 二百多年前 河桂楼先祖认定这块山脚下的沼泽 是能出贵人的风水宝地 便决意在此建楼 最初他们用的也是普通石块做地基 可是刚盖好一层 房子便慢慢下沉 陷入了沼泽 后来楼主巧妙运用了悬浮的原理 用上好的松木扎了一个巨大的筏子 在筏子之上 在垒石夯土 费尽周折 才终于建成了这座像渡船般的高楼 不过据说河桂楼的子孙 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也算没有辜负祖先这一片苦心 在张州华安县的大地村 还有一座巨大的土楼叫二一楼 有人说如果河桂楼 玉昌楼 田螺坑土楼 给人的感觉是拍案叫绝的话 那么到了二一楼则应是叹尼观止了 二一楼的设计极有特色 它是由十二个独立的单元组成 每个单元都是单门独户 但顶层又有隐蔽的外通浪连接 既相对独立保护私密 又连同呼应 现代时尚的连排别墅 早在二百多年前 已被古人演绎得如此尽善尽美 不能不让人刮目相抗 二一楼的另一个突出特别 就是防御性机墙 整座土楼看上去 就像一个无切可击的坚固堡垒 那这个二一楼呢 它有一张的石机 八尺的墙 所以在通高呢 有十六米 在最后的一层呢 才开窗户 所以呢 它防备措施呢 是非常齐全的 所以呢 这个石机呢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石机呢 这个呢 有三米高 三米高 在下地区下去的呢 还有三次 所以一般的人 从底下也挖不进去 因为这么厚的墙 所以呢 它特别开了一个传心洞 就是土楼门关好了 外面的人要进去了 通过传心洞 向里面传话 这个传心洞呢 是一个 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支日形 枪跟炮 或者是箭 是射不进去的 喊心音的里面呢 是可以听到的 所以呢 人回来了 这边叫一声 里面呢 就出来开大门了 高十数米 厚近两米的夯土墙 厚厚的大门 再插上粗大的门栓 大门上 还有防火泄水系统 一旦火工 可以从楼门上倒水 形成一道防火水墓 把火浇灭 不仅如此 在土楼的地下 还有暗藏隐蔽的 逃生报警系统 那么在建二一楼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个水的 排水系统呢 建成一个涌道 这个涌道呢 大概有一米三左右 有一米三左右 所谓水从这边 排出去的时候呢 又可以人 从这涌道走出去 一旦二一楼壁围困了 人可以从这边逃生 不难想象 在冷兵器时代 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功能 一旦躲进土楼 纵使在外 是尽千般攻略 恐怕 也涂炭奈何 沼泽地上建高楼 歪而不倒的玉昌楼 设计精妙的二一楼 漳州土楼鲜明 在遥远年代 充满灵性的创造 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然而 就在我们寻访着 这一个又一个 世界奇迹的同时 一些疑问 始终在我们心中 挥之不去 为什么民居 要建成如此奇特的 堡垒形状 尤其是这种圆形的巨垢 确实如同天上 掉下的飞碟 地上长出的蘑菇 建造它们的灵感 最初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圆是大自然中 普遍存在的图形 日月山川 花鸟鸣虫 随处可见 但世界上 圆形的建筑 却并不多 尤其圆形的民居 虽不能说绝无仅有 但目前 只在人类童年之初 聚足而聚的遗址中 曾出现过 圆薛式居所 而今天 能够见到的圆形建筑 如北京的天坛 古罗马的竞技场 以及现代的东方明珠 国家大剧院等等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或为祭祀场所 或为公共场地 圆形民居建筑 除了土楼 绝无仅有 究其原因 我们想 大概与天原地方的 古老文化有关 天是动态的 地是静态的 选择四维稳固 方方正正的居所 与选择圆形祭坛 来通天四神 是合乎情理的 而眼前这些民居 在强大的防御之外 似乎还演绎着一种 独特的方圆理念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超凡脱俗的天才想象 还是迷恋历史的因果必然 山高水长的漳州土地 缘和出现着 伟大的建筑奇观 请继续收看 土楼探奇 要解开巨大谜题的答案 找到土楼出现的最初年代 至关重要 漳州市文物科 原任科长曾武岳 是最早研究土楼的学者 他告诉我们 土楼的纪念 可以从楼扁 家谱 以及各种史籍中推断 经过多年研究 他认为 张普县的伊德楼 是所有土楼中 纪念最早的一座 这个是家庆三次区别的纪念的土楼 根据我观察了 调查了 这个四五百座福建土楼当中得出的决筑 这个就是福建土楼当中纪念最早的土楼 家庆的 这是明代这个家庆的 距离现在四五百年了 这是他们当年调查时拍下的照片 除了伊德楼 近年少后的 还有明万历十八年的奇云楼 明万历二十九年的生平楼等等 根据大量线索 曾武岳认为 土楼的出现应该始于明代 那么漳州这个地方 明代究竟是否有过巨大的社会事件呢 原来明朝家庆年间 奸臣严肃当权 百姓民不聊生 而对于福建沿海的民众来说 他们受到的迫害不仅来自官府 还有一场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来自邻国日本的威胁 那时日本的浪人母士和破产农民 每年都会对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侵扰 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这些倭寇凶狠残暴 四处作惯 在这种情况下 官府无能保护 百姓不得不寻求自保 把土墙建高 把大门加固 楼高墙厚 借备森严的土楼 因而应运而生 而张州地处沿海丘陵 山形多为小圆丘 自古就有许多 依山形累住的圆寨 成为百姓选择 圆形建筑的历史渊源 从这个民宿层面来讲 这种是团团圆圆的一种偶遇一种的象征 老百姓喜欢它 圆的比这个荒的 视野开阔 它便宜皇位 它这个面积会比荒楼更多 而且材料更深 所以种种的原因 老百姓在那种特定的年代 他就选择了这个圆楼 本以为土楼的建造之谜 就此迎刃而解 然而当地一些学者 对此却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建造一座土楼 通常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时间 盖楼的花费更是几十上百蛋白银 而洗劫一个村落 往往只需一朝一夕 很难想象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规模庞大的土楼 如何能够建成 他们认为建造土楼的真正原因 是由于闽西南乡村地处偏僻 山高皇帝远 官方的等级规定 鞭长莫及 尤其是元代和清代 非汉人执掌江山 很多百姓不愿臣服 因而完全不同世俗 敢于超越规定 极富反叛创造的土楼 才得以横空出世 多年来 田螺坑土楼楼长黄亭芳 因为祖谱和楼扁上都没有元代记录 一直苦于无从搞清自家土楼的建造事件 但两年前的一次意外发现 终于让他找到了先祖元代就已经建成的第一座土楼的可靠佐证 这个公路要托宽 那个是挖出来一个地时代的先祖的坟墓 我一个学生告诉我 挖出来一个金瓶 就是装骨头的瓶子 因为瓶子有盖 我知道呢 这个有没有年代 是在盖子里面去写 所以盖子里面就写出了 四仙宫生于庚子年 没有年代的 没有朝代 庚子年 八月十八日五十 世王的时间是清 他就朝代了 清康熙丁卫年 从丁卫年往前推 他是明万利根子年 就是公元一六零零年 从他这一代初心到后面二十三代 就是十四代的人间 时间一代平均繁衍的时间是二十九年 那前面九代再计算加上去 皇家已经定位了 在这份基族的时间是六百五十年之上 这个时间是基本上很准确的 土楼究竟因何出现 或最早出现于何时 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结束 但这种民居的出现 无疑是土楼鲜明 无与伦比的智慧结晶 不管是由人如知 还是无人造发 他们都注定是存在于这片南方深山里的建筑传奇 一座深山中的古代山寨 引发一次艰险的探秘之旅 一个意外的发现 带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现实的探寻和历史的真相能否相遇 古山寨的面纱最终能否被揭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